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终点开的文章阅读,深感荣幸,你们的每一个评论,都会去认真的阅读,不断去推陈出新,争取每天更新最优质最有趣的内容。 希望这篇文章能给您带来快乐,再次感谢您对的支持与厚爱,祝您生活愉快。 当宝宝不会说话时,大部分时间只能依靠肢体语言,或者通过夫妻来表达,粗心的父母总是会错的,有不好的影响。 基奇,今年初出生的婴儿,是在全家人的期望下出生的,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家里没有新的生活,所以家里的长辈们背负着孩子的担子,只为了给他们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。 现在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,母亲发现孩子总是挠头,以为孩子不养,为此,母亲给了孩子一些洗发水的标志,希望能缓解孩子的头样。 周围的人看到孩子挠头的表情,觉得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,所以抓他的头像这样,一副可爱的样子。 直到体检,医生告诉他们,孩子可能有重耳眼,所以脑耳朵,因为婴儿的手脚不灵活,人们认为那是脑部划伤,只为知道真相的母亲后悔哭了,因为她的粗心大意,差点失去了孩子的听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